火全開我們來看到在高雄造勢的蔡英文 他把主軸放在農產品建設的問題 他痛批馬總統根本不知道 產銷已經出了問題 還一直在批發價上頭來做文章 而他也說馬總統整天忙著選舉 乾脆請他明年休息吧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為黨籍立委管碧林的競選總部 成立造勢 當然少不了 小豬成為凝聚氣勢的象徵 讓蔡英文說起話來更添火力 我們看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行政院長現在在模仁什麼 選舉啦 還有一項 這幾天一直在罵在野黨 這幾天一直在罵民進黨 而且越罵越難聽 直指總統只會口水 想到民進黨的市值一斤兩塊錢文宣 被總統收眉隔掉 蔡英文非得反駁不可 農產品的價格在產地一直落 下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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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都外去看一看 我們的總統說民進黨造謠 價格沒有那麼差 不過我們的總統拿的是那種批發價 拿的零售價來并 跟產地的收購價本來就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嘛 換個場合再批總統老農今天反覆 蔡英文火力全開 在高雄和對手隔空校正 讓總統大選再添顏笑味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